你怎么来了 姚千姐姐 我想去世纪收账 你真的想去妖族世纪 我仔细算过了 以我目前在屠山做杂役的工钱 我就算在工作五十年 也还不清我欠屠山的债 而且目前收账一直空出来 我正好补上 这样可以多赚些银子 早是还清债务啊 只是为了多赚银子 姚千姐姐 除了多赚些银子 其他的我一点想法都没有 想去便去 但我要提醒你一点 你的纯质扬言功力尚浅 一乱基石的事情 不要做 还有 天地一线仍在你体内 休要想着逃走 姚千姐姐 你放心 屠山与我便是第二个家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逃的 事件因果皆有定数 既然你有兴趣找金人峰报仇 屠山正好顺藤摩瓜 救出母后黑手 谢谢大家